吃的那红烧肉啊 那大肥肉吃进去 根本留不住 就你吃那大肥肉进去 没用的 直接就排泄掉了 它是不会我们想象的吃进去 变成脂肪留在你体内了 但是我告诉你 最可怕的是什么 你吃进去的糖 百分之百都跑不了 我们身体的疾病 九成以上 都和我们的血糖值有关 就是一旦你控制不好 自己的血糖含量 各种身体疾病就会出现状况 就是你吃这水果 这一盘水果啪吃下去了 这里边含的叫单糖 就是过去人说果糖 对吧 水果是果糖 好多人就很奇怪的解释一句说 果糖没事 你怎么就知道果糖没事呢 果糖是特别适合 被储存起来的糖 所以这个果糖进到这个体内以后 它就立刻会被流下来 大家觉得说多吃穀 早上起来一碗卖片 对吧 都吃这样的东西 只要是粗粮就一定是好的 完全不对 而我们对于脂肪 特别害怕 一看到油的东西 说不能吃不能吃 这个太油了 对吧 这个油太大 有红烧肉 这不敢吃 我们以为那个脂肪 吃到肚子里边 就会变成脂肪 流下来 然后进到血管当中 堵塞血管 这都是特别简单的形象似 我们这么一想 觉得很像 就这个样 也就是说堵塞我们血管的那些东西 使我们变胖的那些东西 在我们的这个脂肪肝上面 沉淀的那些东西 都不是来自于你摄入的脂肪 不是来自于热量 而是来自于你摄入过多的糖 这才是要命的 所以这本书 非常颠覆的告诉我们这个原理 这边作者又一再强调 说因为他是大夫 他说各种各样的疾病往上追溯 答案就是一定有糖 一定是糖在起作用 才会导致你产生各种各样 包括体内的炎症 我们讲过一本书叫每个人的战争 讲癌症 各位知道癌症怎么来的 癌症是由长期炎症来的 就是你有一个地方 有长期炎症 它慢慢的就很有可能产生癌变 然后变成癌症 所以往前倒推 这些体内的炎症状况 也是来自于糖过多 所以这是我们说控制血糖是关键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饮食书 列举了很多该吃的不该吃的东西 所以这个作者最后讲了一句话 他说要想能够过上健康的生活 你首先要从承认自己一无所知开始 承认自己之前的东西有可能是错的 这时候你才有可能接受新的知识 新的概念 所以在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 我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说 你打算改掉自己的哪些饮食习惯 我们写下来 看看有没有可能去让大家过得更健康一点